就是那個當時 蕭安有跟我說不好意思嗎 就是影響到我們就想說 啊沒事沒事吧 就是我們還是好好把戲拍好這樣子 因為我也不希望說 因為有這事件 譬如說我們就要保持注意 可是因為我們在戲裡面還是 就是很期待 對啊 就繼續把這個工作完成 我聽說周波 在談你的事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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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談要沒跟家裡的事 就這麼無聊的事情 對啊 沒有什麼談 當然可能就是 或者是說假裝生病沒去上學 就是這種比較 不是說非常嚴重的事情 對 所以家裡我們對你現在的另外的關係 還是有關係嗎 其實到了一個年紀之後 也就沒有像之後那麼嚴格 小時候是因為拍影響你的課業 對啊 因為我們家就是非常非常重視成績 對 他就怕你就是談戀愛之後 你就什麼 書也不要念了什麼什麼 對 他們會覺得很不好 那看到一些新聞 會不會家人會覺得特別驚訝 他們夠理解我就知道 我不是會做那樣事情的人 對 他們就會絕對相信我 然後其實也不會跟我聊這件事情 他們也覺得就是 這沒有什麼好講 就是 不是真的 這件事情對你自己 應該也沒有什麼樣子的想像 其實我覺得 當然多多少少 還是會有一點點 就是沒有做的事情 就是事後大家 你可以看到某一些 幫我都知道 其實真的不是我的事情 對 不關我的事 所以我就這樣子讓他結束 對啊 畢竟我現在還是在拍戲啊 就是那個 當時 小安有跟我說不好意思啊 就是能影響到 就這樣說 啊沒事沒事吧 就是我們還是 只好把戲拍好這樣子 因為我也不希望說 因為有這事件啊 譬如說我們就要 保證去 可是因為我們在洗衣面 還是很期望 對啊 繼續把這個工作完成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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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